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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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次在這個喻佛節 算是我第一次在這邊受菩薩戒 他也開始講菩薩戒還有他的菩薩的這個願力的這個內容 那我想再繼續的這樣解釋 那上一次已經有稍微提到 五戒跟菩薩戒的最大的差別是 五戒的戒體 戒體是只有從受戒到進行受 就是今生而已 所以基本上他的戒體在往生之後 他這個戒體就失去了 他每一事都要重受的 可是菩薩戒他的發願又不一樣 他是從受戒一直到成佛 所以就在無量戒之後 他的那個期限是很長的 那有人就會問說 那我受這個菩薩戒 我怎麼知道我前世有沒有受過呢 甚至於我怎麼知道我前世有沒有受過五戒呢 或者我前世有沒有歸過三保呢 我跟你們講很簡單的 我跟你們講很簡單的 你什麼時候接觸到三保 那都是跟你過去式的發心有關係 很快就遇到 很快就有因緣遇到 或者是遲遲不遇三保 等到某個年紀到的時候 某個因緣到的時候 時間已經快沒有的時候才遇到 這就是跟過去式有關係 那我接下來就把這個戒的精神 稍微跟你們介紹一下 就是說戒條 菩薩戒有十條重要的 它實際上前面的五條跟五戒是一樣的 可是它的精神在那個經文裡面講得很清楚 我唸給你們聽 第一 不殺生戒 若佛弟子 佛子 若自殺 自己殺 叫別人殺 方便殺 讚嘆殺 見坐隨喜 乃至奏殺 殺因殺緣 殺法 殺業 乃至一切有命者 不得故殺 是菩薩 因起常住慈悲心 孝順心 方便救護一切眾生 而反自知心快意殺生者 是菩薩 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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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解釋一下 自己想殺去殺人 或者叫別人去殺 或者剛好有機緣就殺 怎麼叫剛好有機緣呢 他去搶人家 搶東西 結果搶不到 那個人不放那個東西 他就直接把他捅一刀下去 打一槍下去 他不是想 本來就想要殺 可是就在那個機緣 他就殺了 方便殺 讚嘆殺 別人殺人了 他聽到殺的好 那在這裡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如果有人被處了死刑 有人縱使是犯人喔 傷害到別的人 他被處死刑了 或者他被警察打死了 我們從菩薩界的角度 我們不會說 我們不會去讚嘆這個東西 我們就說 我們應該是起慈悲心說 希望他能早日生善到 希望他能改過自新 在他下一條生 下一次的生命 我們千萬不能讚嘆這件事情 因為菩薩是沒有敵人的 縱使是惡人 菩薩也不應該去嗔恨他們 那他說 乃至咒殺 用咒語來殺人 殺因 殺緣 殺法 殺業 這是在講說 這個殺的 這個種種的條件 是因緣 因是主因 緣是住緣 乃至一切有命者 不得故意殺 為什麼呢 那這個 他的精神就很 很重要了 是菩薩因起 常住慈悲心 常住慈悲心就是 持續的慈悲心 孝順心 那你為什麼是孝順心呢 因為從三世因果的角度 一切眾生 不管是天人 惡鬼畜生 地獄眾生 一切眾生 都可能是我們過去世的父母 你怎麼可以隨便殺他呢 菩薩應該方便救護一切眾生 他不應該自知心快意殺生 就是說他就想 他就去殺 那這是犯了菩薩罪的 菩薩界的波羅伊罪 就是斷頭罪 重罪 第二 道界 若佛指 自道 叫別人道 偷道的道 方便道 咒道 用咒語來偷道 道音 道源 道法 道業 乃至鬼神有主 劫賊物 一切財物 一爭一草 不得故意的偷盪 而菩薩因生佛性孝順心慈悲心 常住一切人生福生樂 產生福報產生快樂 菩薩應該是這樣子 不是讓眾生苦惱 讓眾生難過 讓眾生覺得 很可憐 不能這樣子 而反更道人財物者 是菩薩 波羅伊罪 不管是殺戒 道戒 不邪淫戒 妄語戒 或者是不飲酒 不賣酒戒 這個裡面 他都會提到說 應要發孝順心慈悲心 因為 菩薩道的根本精神是 他生性因果 他知道 他知道一切眾生 都有可能是我的 過去式的父母 所以我不應該偷竊他的東西 這是他的根本精神 我們一般人 我們一般人 在修行的時候 我們就 設定我 我所 而且我們把一切的眾生 就是放在一個範圍之外 他們 可是從菩薩的角度 從無我的角度 他不是這樣子的 他是用孝順心 慈悲心 去對待一切眾生 那殺戒 是殺什麼 生命嘛 生命 在佛教 它叫做內財 財物的財 物資 世間的物 財物 這個叫做外財 所以我們在佛教講福報 財物 我們分內財 外財 內財跟什麼 跟生命的 這一期的長短 它的品質有關係 外財跟物資的擁有有關係 所以菩薩是不偷竊眾生的生命 也不偷竊他的財物 那在這裡呢 因為講到這個道戒 我要跟大家特別的提醒 在寺院 這叫做常住 叫做生且所在地 凡是你不知道可不可以拿的東西 最好問一下出家人 可不可以拿 如果不小心放到袋子裡面 帶回家了 那最好帶回來問一下 師父可不可以拿 一針一草都要問 我們的前面種的那個鄉村很好 大家可以拿回家裡去種 可是拿之前要先問出家人 因為我們生且要結磨 連我們出家人 要用一個東西 要給一個東西 都要互相知會 我們不能一個人就決定了 我們有一些東西是要 其他的出家人 跟我們一起決定的 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們好不容易有這個機緣 來到這邊用功 所以這種尤其道戒 實際上點點滴滴的道戒 就要去注意到 不然的話 來到這麼好的地方 可以修大福報的 反而就是不小心造了惡業 那這個是得不償失的 如果弄破了碗 那就快點 把它收拾 先收拾 因為怕人家去踩到 可是一定要告知師父們 有弄破了一個碗 弄破了一個盤子 不要收拾起來 當作沒人看到 沒關係 就去投一個功德香而已 不是 還是要告訴師父 那為什麼我 特別要講這個仔細一點 你知道嗎 因為實際上 道戒 道戒 要做到很仔細啊 真的是要很用心的 要一直保持正念 才不會犯這個偷盜 所以呢 如果我們道戒可以持 就是說不偷盜 可以持得很清淨的話 我們生生世世都會有 具有很大的福報 記住這一點喔 不偷盜本身 是會帶給你很大的福報的 因為你都沒有那個念頭 想要去拿眾生的 拿常住的 拿生錢的 那所以你就會產生一個 很好的一個磁場 甚至於福報會追著你要給你 你聽懂我意思嗎 不是你想要去賺錢 是錢財會往你身上鋪啊 那我講到這裡 我就想要做一個小結尾 我們為什麼要送八十八佛 而且我希望未來啊 八十八佛的用功是人最多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啊 這個懺悔啊 是多麼的重要 我們每天一起床 那個念頭 生的行為 口說出來的話 生口意 點點滴滴的 造惡行善 造惡行善 如果行善多一點 那很好 如果是造惡呢 那怎麼辦呢 已經做了事情怎麼辦呢 我們要懺悔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不管在家出家 在修行 如果你不希望業障現前的話 你要固定的懺悔 我們當初出家的時候 的功課啊 每天自己要找時間去拜八十八佛 除了那個道場的那個用功以外 我們當沙咪的時候 都要每天去拜八十八佛 我們要背起來 就是在這樣子 自己就不用拿著本子 這樣子一佛一拜 一佛一拜 這樣子懺悔 那我們在這裡 一個月一次的八十八佛 怎麼人 比誦經的時候少呢 拜佛這麼辛苦嗎 懺悔這麼辛苦嗎 一個人是個法器 這個法器都不清 你用一個杯子 你從你生出來 就一直喝 就不洗 就一直裝東西 可以嗎 你要洗吧 所以我剛剛講到殺戒 這個不殺戒 不偷盜戒 我們以前做過的事情 已經做過了我們懺悔 就是需要透過這樣子 八十八佛的這樣的方式 還有我們大蒙山 孝親法會的方式 來做一種 這種全身心的啟迪嘛 所以大家要把握這個因緣 我們這裡犯拜又這麼的殊勝 所以希望你們發心 再怎麼忙 八十八佛一定要來這裡拜禪 好不好 第三 不邪淫戒 若佛子 自邪淫 教人邪淫 乃至一切眾生 不得顧邪淫 邪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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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至畜生 諸天 鬼神 即非道行淫 而菩薩 因生孝順心 救度一切眾生 淨法與人 而反更起 一切人邪淫 那這樣子 無慈悲心 我不認為 有所謂文化是允許 或提倡 不忠心於自己的伴侶的 不忠心於自己的伴侶的 沒有這種文化 如果有人說 某一種國家他們 比較怎麼樣 比較怎麼樣 我告訴你 那都是藉口而已 因為你問每一個國家的人 沒有一個人 希望他的伴侶 不忠實於他們 我這樣講你們聽得懂吧 我們不講任何的 國家的名字 人本身 選擇一個伴侶 就是希望能陪自己 在這個生活上面 有一種 自己能產生信任 能有一種依靠 互相的這種陪伴 沒有任何人希望 被欺騙的 對不對 所以 不要說在哪裡 這個就比較 沒那麼的 嚴重 對不起 我在南美洲 跟所有的男眾 或女眾 個別個別的談 沒有一個人喜歡 他的伴侶 是不忠實於他們的 那至於他們自己 有沒有做到 那就是自己問心了 有愧無愧的問題了 可是這種文化 我們要提倡 忠實的文化 忠誠的文化 就是一種 不邪淫的文化 我們一定要講的 對自己的兒女 要告訴他們 孫子 就是說自己的家庭 不是說人 不會走到不一樣的地方 就做不一樣的 不道德 就是說不道德的事 這個是不能合理化的 我這樣講你們了解吧 第四 妄與見 若佛子 自妄與 教人妄與 妄與陰 妄與緣 妄與法 妄與業 乃至 不見 沒有看見 說看見了 見 言不見 看到 說沒看到 身心妄語 而菩薩 常生 正與正見 一生 一切眾生 正與正見 而 反更其 一切眾生 邪與邪見 邪業者 是菩薩 佛羅一罪 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自己在說話的時候 要想清楚再說 如果為了圓一個情況 就打一個妄語來圓滿一個事情 這個妄語 你要記住 還要記得說 想講到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還要講同樣那個妄語 妄語不是一開啟一起來 它就可以停止的 妄語是一件事情 你一旦打了妄語 你就要有一個心思放在那個上面 不然的話 人家會看破你的這個妄語 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們行菩薩道的時候 我們守這個 對這個菩薩戒 這個不妄語戒 我們應該怎麼樣呢 我先勸大家要學習什麼 不知道怎麼回答的時候 不要回答 不要講出來 想清楚 甚至於告訴對方說 我還 請讓我想一下 回想一下 我不知道 或者微笑 不見得每一個人問你東西 你都要一個答案 我們常常自己本身 不希望別人去探討我們的隱私 你知道嗎 可是偏偏那種喜歡是非的人 很喜歡問人家 你要去哪裡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銀行放多少錢 你怎麼樣子 你住哪裡 你的房子大不大 你的怎麼樣子 你的兒子 你的女兒 她做什麼 讀什麼 那一般很誠實的人 聽到這個 我有多少 我有幾個零 我有怎麼樣子 不知道怎麼的 欸 我教你一個方法 你問他同樣的問題 他就走掉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喜歡挖人家隱私的人啊 最怕人家知道他的隱私 所以他問你的那個銀行 那個戶口有多少錢的時候呢 你先問他 他講了之後 你也不用講你自己的 他下次就不會再問你東西了 因為他怕你這樣子的情況 很多學佛的人 因為個性很誠實 遇到那種很特殊個性的人就完了 就已經緊張得要命 他問你東問你西的時候 你要怎麼回答 你說實話 那你基本上就是 你的隱私都全部 你不舒服的講的東西都講出來了 那你要學習什麼呢 說阿彌陀佛 好 那你們學我 我就說 欸 請問你 你的銀行帳戶有多少錢啊 你們怎麼說 阿彌陀佛 還合個掌阿彌陀佛 懂嗎 不要打個妄語什麼樣子 沒有必要 因為他不該問的東西 就是不該問 你不需要回答 另外 我要這個不妄語 這裡面有一個是講是非 什麼叫做是非 什麼不是是非 我們就說 在一個團體裡面 如果有一個人 在一個團體裡面 或者是在道場 他一直找人家 在那裡講說 唉唷 我不喜歡那個人 那個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一直就是在批評別人的話 那請問 他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讓這個地方不合 還是要讓地方要合呢 是不合 那當你在那裡 聽這個人 講這個是非的時候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我都 在我身上都發生過 人家來跟我講什麼事情 我都沒有任何的意見 我就聽而已 那我在想說 我跟他也不熟 我也不知道怎麼糾正他 我就聽而已 結果他聽完了走了 他去跟另外人家說 你知道嗎 我跟師父說什麼說什麼 他認同耶 因為我沒有糾正他 我沒有直接的跟他說 他就說我不認識那個人 你不要跟我講這些話 對我我都發生過 所以從此之後我怎麼樣 人家來 某個人怎麼樣怎麼樣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先不要講 我叫他一起來 聽 人家就講不下去了 因為講是非就是要 不要當事人在場 才能講是非 當事人大家都在的時候 那我們當一個公正的人 在那裡聽的時候 誰對誰錯 大致上就會有一個 一個抵出來了 所以處理是非的最好的方式 佛陀說什麼呢 參與的人一起在場 大家攤出來講 因為妄語 兩舌 惡口 這些東西是見不了光的 是非的東西是見不了光的 真正的是為了道場 為了道業 為了別人好的東西 沒有必要這樣子 不能見光 所以有時候我會提醒各位 我的老師 廟臉老和尚 還有仁俊老法師 他們都跟我們教說 修行人跟人家講話 聽了五分鐘人家講話 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這個跟我的道業有沒有關係 跟我的修行有沒有關係 是幫助我修行還是拉我下地獄的 五分鐘之後 你還搞不清楚狀況 你就說阿彌陀佛 我有事情要做了 快點跑 千萬不要站在那裡繼續聽 浪費生命 浪費光陰 因為我本來是 講戒律這種東西啊 就是怕說那個藥劑下得太重 你知道嗎 可是我是很喜歡講這種東西 是越講越起勁你知道嗎 可是就希望大家能體諒說 實際上我們都是凡夫 我們都還是在修行 我們也一直在鼓勵自己 你知道嗎 所以希望你們了解 我們希望道場好 我們希望大家都好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 持誡千敬好不好 好 阿彌陀佛 快點 是 快點 出席 , 吃 太陽 都 勉eth 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